每一次是QQ糖都覺得不夠吃 一顆兩顆的就吃完了 所以今天我把小賣部所有的QQ糖都買來了 我要來挑戰做一個永遠都吃不完的QQ糖 是不是聽著就覺得很期待呀 我們先把這些QQ糖都拆開 這麼多包一共拆了我一個多小時啊 手真的超級酸 但是只要想到馬上就可以得到一個永遠都吃不完的QQ糖 我就充滿了動力 如果你們還能在這個時候雙雞兩下給我一個小星星 那我的動力就更加十足啦 都拆完以後我們用小火融化它們 這個過程一定要不停的攪拌 不然一下子就會燒焦了 最後把它沾進這個包包容器裡 你們覺得我會成功嗎 記得關注我明天給你們看後續哦 你們的QQ糖後續來了真的變凝固了耶 馬上來給它脫膜 這個真的黏得好緊啊 我掰了好久還是沒掰出來 而且這個過程還趴到中間裂開了 那等下我的超大QQ糖就失敗了呀 在我的努力下終於拖完膜了 這個QQ糖也太成功了吧 而且還好好看啊 你們看 綁綁了 特別Q糖 我來試一口 哇 也太滿足了吧 一大口的QQ糖 超級滿足 你也要來一口嗎 你也要來一口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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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